大家好,咱们今天做一些关于数字的练习 首先说数或者说数字啊 这个词习伯来语叫做 mispal 开头这个mem 发1的语 但是这个词里没有yod mispal 如果在mispal后面接一个数 或者一个数字的话 那就表示第几号 大概这个意思 或者说数字几 注意mispal后面要接的这个数啊 它应该是一个纯数 纯数是什么 纯数就是阴性数字对吧 就是咱们日常数字以后那个数字 它并不是去修饰名词有多少个的那样的数字 阴性数字也有修饰阴性名词有多少个的这个用法 但是阴性数字还有一个用法是纯数字对吧 但是阳性数字呢 那它就只有修饰阳性名词这一个用法 mispal什么什么什么 那就是表示第几个这个或者说数字几 说到数字啊 我觉得非常常见的一个地方 那就是什么电话号码是吧 电话叫什么 电话叫这个词 叫telephone telephone 那很明显外来词对吧 它跟跟英文是一样的 telephone 如果是手机呢 手机叫这个词 这叫 pelephone pelephone 根据我的考据 这个应该是从某个商标来的 总之呢 pelephone 它跟telephone就差一点对吧 从读音上来说差一点 就是开头这个字母换一下 然后但是呢 偏写上的话 中间这个pelephone还多一个alif 当然这个alif呢 它没点点对吧 证明它应该不发音 然后pelephone呢 那就是手机 手机还有另外一个词 就是在英文里手机不是叫 mobilephone或者叫cellphone吗 是吧 西部来语里也有类似的说法 叫telephone cellulari cellulari cellular 那就是相当于英文里的cell 是吧 然后后面加一个yout 代表 把cellular这个词变成了形容词 所以cellulari 那就是 这个cellphone的意思 telephone cellulari 也是手机 简单 跟大家 带着大家练习一下 比方说 大家看这个 这是一个手机号 而且是一个以色列的手机号 因为它这个 加了一个972 972是以色列的区号 是吧 加是什么 加咱们以前应该提到过 是吧 英文叫plus 那希伯来语就叫plus 然后那这个连起来 它是什么 plus tesha sheva stein 是吧 正常的纯数嘛 纯数就直接用阴形数字来念 在念这个地方号码之前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零啊 零特别简单 零叫 ephes ephes 这个词为什么好记呢 因为啊 数字里 就是从零到九 这个所有的数字里 就出现过一回三美 就是在零里 三美可能一个圈 大家很容易想到零 对吧 那ephes 就是零 所以这个电话号码是啥呀 plus tesha sheva stein sesh tesha shmone ahat steim steim hamish steim ephes 是吧 如果是你在以色列国内打这个电话的话 那你972选就不用打了 对吧 一般会在这一位呢 加一个零 如果写出来的话 大概 就是 咱们像中文里面电话号码也会带有节奏 对吧 这个 在希伯来语里念这种电话号码一般是个什么节奏呢 一般可能是这样吧 就是前三位 然后稍微停顿一下 四位再停顿一下 最后三位再停顿一下 大概可能是这样 总之呢 就是零大家会说了 那 呃 现在大家应该会说 零到十九的整数了 对吧 其实小数也会说嘛 小数 我不是跟大家介绍了 那个叫 小数点吗 小数点就是一个点 对吧 它叫 呃 内苦大 是吧 呃 那反正就是从零到 十九 大家都会说了 大家看这样一个词 这个词叫做 口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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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结尾 音性词 对吧 它应该发 呃 不是 它应该是一个 黑结尾发啊的音 它应该是音性词 这么说才对 它呢 是楼层的意思 楼层 呃 所以比方说一层楼 这个楼的一层 那大家说应该叫什么 这个呢 大概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呢 叫 口骂 啊哈 呃 注意这块用啊哈 并不是因为口骂是音性词 所以我用啊哈 啊哈的就是一个 纯述 对吧 呃 这相当于是口骂 米斯帕 啊哈 大概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叫一层 但是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种 呃 理解方法 就是 所谓的一层 实际上是第一层 对吧 所以咱们应该用叙述词的一 叙述词一叫什么来着 呃 大家应该想到咱们讲星期 对吧 呃 星期天是什么 星期天是 一周里的第一天 那叫 yum re-sign 对吧 那re-sign就是第一 re-sign 呃 这块呢 第一 它相当于是一个形容词 对吧 然后口骂是一个阴性词 所以你应该用re-sign的阴性形式 然后来修饰口骂 啊 re-sign的阴性形式呢 叫 re-sign 那 re-sign 那 所以一层 呃 既可以说 口骂 ahat 也可以说 口骂 re-sign 都可以 口骂 ahat 对吧 呃 然后呢 最后再给大家讲一个事 就是 这个词 你要去 坐以色列的公交车的话 你肯定会听到这个词 这个词叫做 kaf kaf 它是线路的意思 其实这个线路 不光是公交车的线路 就是电话 电话线 那也是这个词 叫kaf 就是热线 什么之类的 这种词 就是kaf 呃 它这个结尾是个wav 是吧 呃 注意不要把它写长 写成none了 呃 前面这个kuf呢 它发a的音叫ka 然后最后这个wav 没点点 它发轻音 放在结尾 发一个辅音v 对吧 所以连起来 这个词叫kaf 呃 像我 非常长 呃 常坐的公交车 一般有这些路 那如果是17路公交车 大家说应该怎么念 啊 这块就应该念17 对吧 呃 所以叫 连起来叫 大家还记得17 怎么说吗 18s 对吧 音形数字 音形数字是纯数吗 音形数字 然后 那连起来 17路 就是 就是kaf 18s 你听到汽车 就是你听到公交车 进站的时候 啊 他就会念一下这个 他是多少路公交车 是吧 kaf 18s 那如果是19呢 很简单 19的音形数字叫什么 那叫xs 是吧 kaf xs 那就是19路公交车 那如果是144呢 144 呃 100和40 咱们还不太会说 是吧 那咱们回头再讲这个 那如果是123呢 123 123 这个 呃 你可能会想到呀 可能是123 但是其实不是 呃 据我 听到公交车 进站的时候 念到 这个线路的名字呢 他直接把它当123来念 就叫 kaf ahatsteinshalosh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 这个 呃 123这东西念起来比较顺口 所以他们就不把它当123念 觉得这个可能念起来稍微长一点 123嘛 反正是一个 呃 比较好念的数嘛 对吧 但是这个算是一个特例吧 一般来说 上百的 和几十的 其实都是要用这个数来念 而不是把它拆成数字来念 像144呢 也是按144来念 而不是像中文一样 可能会念144之类的 是吧 呃 说到kaf这个词啊 给大家展示一下 大家看这个 这个呢 是 以色列的公交卡 公交卡 大家可以看到这块有一个kaf这个词 对吧 呃 它的全称呢 叫 卡尔提斯哈 内斯伊阿什伊斯莱尔 呃 这两个词呢 大家可能还不认识 没关系 反正你就知道是以色列 对吧 就是以色列的公交卡 这个意思 呃 那这个叫 Rafkaf Raf是什么意思 Raf啊 它是很多的意思 很多 所以什么叫Rafkaf啊 那就叫很多线路 对吧 其实不是很多线路啦 是所有线路 所有线路都可以用公交卡 对吧 但是 呃 反正他把这个 呃 公交卡起门叫Rafkaf 还挺朗朗上口的 是吧 呃 同时大家也注意到这个词里呢 呃 它既出现了Bet 当 所谓V的音 又出现了Waf 当所谓V的音 就是你注意区分一下 什么词里 他应该用Bet 什么词里 他应该用Waf 好 那么咱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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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